台湾第一美女,肖强尽照曝光,公开择偶要求,好身材依旧,面部状态却暴露真实年龄,明明是拥有着一等一的容貌和身材的大众女神,为何嫁不出去呢? 早年私生活太混乱,在娱乐圈这片星光璀璨的舞台上,钻石王老五和优质圣女的故事总是引人关注。 而肖强,这位被誉为台湾地区第一美女的女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她身高170厘米,体重不过百,无论是容貌还是身材都堪称一流,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然而,尽管拥有如此出众的条件,肖强的婚恋之路却并不顺畅。 55岁的她,至今仍然保持着未婚未育的状态,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捉弄,与早些年频频露面拍戏,频频出现在娱乐新闻里的高调不同。 近年来,肖强变得低调了许多,很少公开抛头露面。 她似乎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整整四年没有拍戏了,上一次她出现在荧幕上,还是2019年的台湾地区电影,坏小子,乐团。 她饰演院长,顶着一头标志性的大波浪卷发,魅力不减当年。 就在人们以为肖强或许已经淡出娱乐圈的时候,9月24日,她罕见地公开现身了,这次露面,肖强的状态依然非常好。 她身穿一袭白裙,身材纤细,微露相间,一头乌黑的大波浪卷发随风飘动,一双大长腿更是吸睛无数。 她的面容依然漂亮年轻,丝毫不显一点老胎,这样的容貌,身材和气质,让人无法想象她已经是55岁的年龄了。 可以说,肖强的保养功力相当了得。 在现场,肖强展现出了非常敬业的一面,她不仅与大家亲切互动,还为大家送上绯闻,依然是那个懂得,用心营业,的娱乐圈前辈,她的出现。 无疑给粉丝们带来了极大的惊喜和感动。 回顾肖强的演艺生涯,她曾经是琼瑶剧里的女主角,与众多男神合作过,她的演技和美貌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虽然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但肖强依然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娱乐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肖强同为长腿大美女的林志玲。 虽然在事业和婚恋选择上与她不同,但两人都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心。 智玲姐姐已经嫁为人妻,而肖强却依旧选择单身。 原来,她曾因为母亲的离世而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这种情感的重压让她的内心饱受煎熬。 回忆起那段时光,肖强表示,每当想起母亲,她就会感到心力焦脆,情绪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有时会突然大哭起来。 这种痛苦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 她也在这样的情绪漩涡中挣扎,努力寻找着解脱的出路。 前年,肖强在社交账号上发文追忆母亲,文字中流露出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与无尽的感伤。 她写道,亲爱的阿母,你好吗?我没有很乖,还是一样很皮。 你走了后第二年,阿乖也走了,她有在你身边陪你吗?我很想你们啊。 这段话让人感受到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是如此深沉而真挚。 同时,她还提到了家里的花,希望母亲能看到那些盛开的花朵。 仿佛在诉说着她对母亲的思念与牵挂。 在母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肖强更是无法掩饰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她写道,今天是第七个你不在的母亲节。 我真正想说的是,谢谢你真爱我这么多年,有需要什么就托梦给我,不要客气哦。 这段话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与怀念,让人为之动容。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与痛苦,但肖强依然保持着乐观与坚强的人生态度。 她表示,现在就是没什么大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凡事自自然然的。 一切随顺因缘好了,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让她能够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与困难。 回顾肖强的娱乐圈生涯,她无疑是一位赢家。 早在1989年,她就以21岁的妙龄出道,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如今已经过去了34年,但她依然保持着青春的容颜和优雅的气质,仿佛吃了仿佛记一般,她的演艺事业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无论是在古装、都市还是言情剧中,她都能够完美地诠释角色,让人过目难忘。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穷瑶剧女郎之一,肖强在。 一连幽梦中饰演的绿平一角,更是深入人心。 她在剧中的表现不仅漂亮,身材和气质也都无可挑剔。 尤其是跳芭蕾舞的片段,更是美得涉人心魄,让人为之倾倒。 虽然肖强的演艺之路无比顺利,但情感道路却堪称坎坷。 肖强,这位娱乐圈的璀璨明星,对待工作和生活总是严谨而精致。 然而,一触及情感领域,她似乎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眼中的。 风流美人,她的感情经历丰富多彩,光是被大众所知晓的恋情就高达十二段。 自出道以来,肖强便被誉为台湾演艺圈的桃花女王。 她的绯闻男友,编辑影视明星,政界要人以及商界富豪,让人不禁对她的交际手腕充满好奇。 而肖强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谈言,不知道为什么,男人一见到我就会变得手足无措。 尽管肖强身边追求者众多,但她的初恋却是在二十二岁那年才姗姗来迟。 对方是一个帅气的圈外人士,然而随着肖强事业的逐渐繁忙,两人的感情也最终走向了分手。 1992年,肖强出演了由何东兴指导的爱情电视剧《爱在星光灿烂》时。 在剧中,由于演技尚显青涩,她曾被导演严厉批评。 为了缓和关系,肖强主动为导演削苹果,却不慎割破了手指。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外界的绯闻猜测,甚至有传言称肖强为何东兴割腕自杀。 对此,肖强笑着澄清两人只是朋友关系,并调侃地表示何东兴是她的第一个绯闻对象,第一个骂哭她的人。 也是第一个让她演技开窍的导演。 不久后,肖强公开与大他21岁的电子业巨头曹星成交往。 为了博取美人一项,曹星成不惜豪置豪宅和钻戒,购物卡更是任由她不限额使用。 两人甚至建立了每年3000万台币的合约关系。 面对外界的传闻,肖强坦然表示,她对我好,又有钱,何尝不可。 同时,她也公开了自己的择偶标准,人才、钱财、奴才,即要求对方有才,有钱且对她言听计从。 然而,正如那句古话所说,以色是君王,能得几十好。 不久后,曹星成便令你心欢,抛弃了肖强,而肖强也并未因此沉沦。 他迅速投入了建材富商林金龙的怀抱。 林金龙对肖强宠爱有加,不仅赠送豪车豪宅,更是慷慨地献上每年8000万台币的包养费。 地产界的巨头林金龙,曾为他精心打造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化妆间,面积达到几十平米之距。 在这个化妆间里,天花板上都安装了电视,只为了让他在化妆时不会感到无聊和孤单。 林金龙的这番心意让肖强深受感动,甚至一度想要与他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然而,这段感情最终还是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遗憾地画上了句号。 在拍摄经典电视剧《一连幽梦》时,肖强与林瑞阳因戏生情,两人的绯闻迅速传遍了整个娱乐圈。 然而,当时的林瑞阳已经有了家事,这让肖强陷入了小三的舆论漩涡。 他因此遭受了长时间的指责和谩骂,名誉受损。 直到后来张婷的出现,这个小三的头衔才从肖强身上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然而,对于肖强来说,那段日子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低谷期。 尽管经历了与林瑞阳的绯闻风波,肖强的感情生活却并未因此平静下来。 他的绯闻对象层出不穷,无论是与富豪林孔祥的公开亲热, 还是与综艺一哥张飞的亲密互动,甚至与林俊生的师身漂流约会, 以及与金融富商的深夜、聊剧本、传闻,都让人们对他的感情生活充满了好奇和猜测。 然而,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血。 肖强也曾在感情中吃过亏,他曾因介入黎耀文的婚姻而遭到原配的当街,暴打。 这一事件让他备受争议,尽管如此,他似乎并未因此收敛,依然保持着与各类男性的亲密互动。 他曾被拍到与另一位已婚富商徐家森亲密用餐的照片,两人举止亲密,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此外,肖强与琪琴的绯闻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深夜拉手压马路的照片被媒体曝光,琪琴还亲密地为肖强撩头发。 这一幕幕亲密的画面无疑为肖强的感情生活又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然而,这段感情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让人不禁为他们的错过感到惋惜。 随着包养绯闻不断,肖强的人气逐渐下滑。 同时新人的崛起也让他的演艺事业逐渐黯淡。 面对这样的局面,肖强开始将更多的重心转移到自己的生活上,寻找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近年来,肖强频繁亮相于各种综艺和典礼活动。 虽然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他坦然面对,对于网友的整容脸浆,评论,他以豁达的态度回应,人哪有不老的呢? 他明白,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需过度追求外在的完美。 为了保持身心健康,肖强热衷于练瑜伽,画画和种花。 即使年过半百,他依然保持着傲人的身材,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少女的神情。 他享受着这些活动带来的平静与喜悦,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色彩与活力。 十年前,肖强曾对林志玲说过让他努力十年再来比较,而如今,林志玲已经拥有了美满的婚姻。 而肖强也依旧过着随性潇洒的生活,他不再在乎外界对于《第一美女》的称谓,因为他已经明白,珍惜当下所拥有的才是最大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